好 接下来看今天的国际头条人物 准备跟川普一战的美国民主党争取大家推选的贺锦丽 贺锦丽必须要决定她的副手人选 画面上看到的被提出来的 有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 太工人参议员凯利 还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目前还没有民主党人站出来 说要跟贺锦丽在党代表大会里面争逐总统的提名权 但贺锦丽还是努力争取党内的支持 国会领袖和前总统奥巴马目前都没有表态 2024年美国准备好要打破政治天花板 选出第一位女总统了吗 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后 清点自己的副总统贺锦丽接棒 让出身加州检察长参议员 具非议和亚裔协同的贺锦丽 立刻成为民主党最有可能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在美国总统大选倒数107天 许多美国人不想看到的拜登对决前任川普的续集 在一个安静的周日下午戏剧性落幕 一旦真的变成59岁的贺锦丽 对上78岁的川普 两人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世代和文化对照 不过在对战川普前 贺锦丽得先过党内这一关 尽管目前还没有人站出来挑战她的提名 但她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必须在短短四周内 8月19号在芝加哥登场的党全国代表大会前 接手所有选举行程 专家说贺锦丽是民主党唯一一位 能在选举这么后期 还能迅速启动竞选的参选人 但贺锦丽不是没有弱点 特别是任副总统初期被拜登指派负责移民问题 她却没有处理好 她的多元背景对民主党来说也是一大赌注 目前党内可能出马的其他人选 大多持观望态度 包括现在是独立参议员的曼清 正考虑是否重新登记为民主党参选 而加州州长纽森 宾州州长夏皮洛等人 则是表态停贺锦丽 田纳西路易斯安娜南卡和北卡的党代表团也说支持 前总统柯林顿夫妇也为贺锦丽背书 不过党内重量级的前总统欧巴马 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和参议院领袖舒默 则尚未表态 有人认为党内应该在举行小型初选 现在民主党确定换败 那贺锦丽对上川普有胜算吗 川普在拜登退选后 向CNN声称贺锦丽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阵营也计划把贺拜两人绑在一起攻击 根据CNN综合民调 贺锦丽小输川普一个百分点 比拜登的百分之三差距来得少 CBS YouGov民调 贺锦丽则落后三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 目前贺锦丽民调比拜登好一些 但还不足以翻盘 那么她的副手人选或许是个关键 那关键的选民又怎么看 据了解贺锦丽光周日就预计打200通电话 争取议员和金主支持 阵营也立刻推出周边商品 希望让阵前换将动荡的这一刻 转化为新的竞选动力 提升的纵客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